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他左肩 这个是右肩 目前来看他在走一个整理形态 整理的末端会亮缩 所以今天成交量只有2526亿 亮缩之后就会往上走 整个结构你看坐头不沉 之前这边好像是一个头部 季线也被他带下来 季线被他带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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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这一刀杀下来之后 季线被他带下来 骗骗空 我也被骗抓 这个盘受伤了 那线型受伤呢 那就要开始进行保守的一个操作策略 但是我讲过来到这里之后 出现什么 多头运营线 那我唐顺慧看不看得懂 很清楚 那一个多头运营线 我跟你讲ABC也修正完成 虽然线线是往下弯 但我讲的我看得懂 他准备要强坛 没有支支吾吾 市场永远是对的 市场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讲 我当时我也说的不算 我说准备强坛 多头运营线 讲完之后开始强坛 一个强坛 将近快1400点 完全命中 那他竟然完全命中之后 他整个已经翻转所谓什么 季线的一个 往下弯的格局 我说水 那水完毕之后季线 这个融资的余有也开始修正 修正完毕之后 我看账母娘越看越有趣 他上来之后 他势必要做一波的整理 毕竟大盘已经强坛了 将近1400多点 将近1400点 那坛上来之后很漂亮的是 他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 来来回做一波的整理 那个叫做钻石的整理 整理形态 有横向横盘的整理 你有买我的那本书的 葵花宝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整理形态 其实很多坊间的书也有 骑行整理 向下骑行整理 收斂三角形整理 比较少就是什么 钻石型的整理 所以这里就是进入一个 钻石型的整理 整理完毕之后一定是亮缩 所以整个大盘的结果 我认为他还是会做一波的强坛 至少这个大盘 我们从结构性来看 他第一个很健康 第二个没死 没有死 最惨最差 我说他应该要表态了什么 航运股 我们进电脑来看 他没有死 没有死的情况之下 最近又宣布一个利空 有一家航运公司 即将宣布 他那个行价到明年二月 就是动涨 讲完之后 奇怪 照理讲应该是大利空 没有大利空 反而开始做一波的强坛 马首四瞻 就是航运股的阳民 我讲过筹码的问题 由筹码来解决 他慢慢的逐步逐步 也是一样账母娘看你去越看越有趣 整个大盘的结构 你看今天 由金融股 马首四瞻 很多人解盘都没有解这三大类股 再讲一遍 金融 电子 航运 你就看这三大类股 将会引领台北股市 持续的往前冲 火车头就是看他 金融股創新高 它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台币升值 第二个 即将要升息 另外一个 金融本业加业外都赚很 金控都是受险 尤其是在业外的部分 今年因为他投资 转投资 因为之前的金控公司 他钱太多了 淹到不止喉咙这边来了 政府又压抑他 你不准给我去炒房立场 所以很多的钱都跑到国外去 去投资什么海外债 之前什么冰岛 结果出事情 人家乱投资国外 没有办法 印尼的也出事情 不投资也不行 因为国内钱太多 又不能炒房立场 所以政府不让他炒 但是钱又这么多 怎么办 那就往国外跑 今年不一样 今年因为我们的行情很好 自从七八千点一路供 供到一万八千零三十四点 所以很多人他也供逢其次 很多的金控公司 他也从台北股市来炒 政府就开放 你不能炒房立场 但是可以炒什么 因为钱太多了 所以今年的金控公司 很多都赚很多钱 都是靠股市 所以他们本业 业外都没的情况之下 马首四三 加上台币未来升值是趋势 加上费得即将升息 升息对金控股市利多 因为他们是靠利差 在做业绩的 所以对营收有影响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 他今天来 涨得理所当然 漂亮 所以B8股 所以金控股长得很漂亮 另外跌升的什么 电子类股 人家说会拉回 我认为他也是一样 这一波带领台北股 是跟金融股一样 强谈做横盘的一个整理 整理完毕之后再等 再等航运类股转强 今天的航运类股 演了上半场的好戏 尾盘杀下来 短线部分 看法还是不变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一样 大盘就是 如同我刚刚跟你讲的 丈母娘看女婿 他越看越有趣 拉回 你在棋子部分 选择权部分 还是建议你做多 今天我们要做多一次 最近有五连胜 Kissi郎 又五百多点 选择权五倍 将近快五倍 你也看过我的实战 我想骗你都很难 放眼全市场 敢实战操作选择权 赚五倍的 分析师 你叫他站出来 解完盘壁之后 我们还是要进入市场实际的操作 整个大盘的结构 今天很多指数 没有创一个反弹的一个新高 但是很多个股 它已经一而再再三的领先大盘冲出去 勇德 勇气又有道德 哪里介绍的 又是领先全市场 有没有 真的假的 老师真的还假的 那时候大盘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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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 来看一下勇德 我说私房小债 那时候我讲说三字头 有没有 贴都没贴 那时候盘很难做 不好选股 市场 技术线形往下弯 大盘跌了将近快两千 那我很清楚这个道理 在盖牌也没什么意思 我本来想盖牌了 想一想算了 好 那我跟你讲 那你验证 那个时候还敢介绍股票老师 哪一个不是陪你聊天 不然跟你讲 吱吱吱吱 扯东扯西 左闪右闪 跟你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对不对 闪来闪去 只有我汤顺葵跟你直球对决 32块 叫你买 亮灯掌停板 38.95 我汤顺葵 拿掌停板跟你交朋友 创新高 勇德 勇气 就有道德 勇敢就有德 勇敢就有德 勇德 兩支掌停板 我汤顺葵 拿两根掌停板跟你交朋友 勇德 他一定是有业绩 等一下我再给你看 又创新高 有了 又亮灯掌停板 我汤顺葵 拿三支掌停板跟你交朋友 有水吗 掌停板 出也跟你讲 轻轻松松探檔取物 56%放口袋 而且敢公开验证 贴都没贴 大盘那时候一路一路的往下探 伤透你的心 悲伤的你不能自己 短线部分出完之后跌停 那我收购我会再买回来 买回来也跟你讲 无关我 又是公开验证 当天买 没什么掌 是14块 亮灯掌停板 我汤顺葵 又拿第四支掌停板跟你交朋友 够不够意思 看上 看下 看左 看右 勇气就有德 勇敢就有德 再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 54块6了 回首来时消色录 当初的32块 今天已经54块 你的320万 变54万 540万 贴都没贴 四方小菜 一路过关斩将 事如迫如拖也不回 老师啊 小心火山爆发 真的还假的 他一定有业绩 你看 他一定大幅度的成长 光7月 7月就是因年增四倍 8月 8月跟7月差不多 7月创新高 可见的7月8月9月 都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第三季营收一定很好 所以他这个火山爆发 噴得理所当然 重点是 我连贴都没贴 勇气又有道德 来 看另外一个 好像有得的都比较会涨 这张股票我也没贴 因为大盘很惨 一路下探 杀到季线都往下弯 老人就几个算起 所以干脆不贴了 74块半 这是第二次操作 第二次操作 买也跟你讲 当天买当天涨停买 出手了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83块9 87块4 没有动也跟你讲 对不对 他开始进入整理 横盘整理 整理是最痛苦的 你如果看不懂 你没看我的节目 你一定被洗掉 亮灯展停板 再创新高 92块 又是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 股师涛客一堆 今天94块 又创新高 回首来时消色录 我跟你讲的时候 一直到我们买进 这一根 签的电子股好不好做 电子股好像不好做 为什么有办法公开验证给你看 你一定觉得 老师 你没水准 介绍 介绍宣德 宣德 你看之前被人家 外资唱衰 外资唱衰 外资下修宣德 今年EPS 平等 不变 唱衰 唱衰你还叫人家买 我讲过市场永远是对的 为什么我唐宋葵 有本事跟外资对干 带走我会员 你看公开验证给你看 老师 那个亚洲投顾唐宋葵 都不知道外资唱衰 外资调降平等宣德 自己还跳下去买温戏 温戏外资唱衰 越唱越衰越好 什么都是假的 创新高就是真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外资在唐老师的眼里 只是比较资金比较大的散户而已 你到底要跟谁做 想尽办法抢钱 不要想太多 丈母娘看你去 越看越有趣 来 加入汤老师的line 唯一官方的line 小老鼠F8个8 小老鼠F8个8 不然就FB 标股俱乐部加入一下 另外另外另外 這一檔股票 你要想尽办法上车 你看 我說土豆 上车就对了 今天已经慢慢 吊吊吐 創新高了 已经涨半根停板 再涨一根停板 我就要公开了 这檔股票 想尽办法上车 按表操客 今天开始加温 大盘今天是OK 把时间交给主播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廣告回来继续 请汤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标股俱乐部 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 整个大盘的结构 再讲一遍 会遇到 这礼拜之后 会遇到四天的廉价 那会有一个一律 中秋节变盘 所以短线部分 你会发现大盘 为什么开平之后的 一路压低 早盘就是出现 上礼拜五 每股跌了261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秋节之前 长假之前的 没有信心的卖压 看不懂的下车 所以我觉得 早盘就洗得很漂亮 如果没有这个因素 你看一下早盘 整个大盘的结构 就是早盘 就是没有信心的下车 下车 下车完毕之后 被洗掉之后拉上来 所以你看尾盘还是小拉高 这个叫做洗盘的一个看盘技巧 所以我过头来 整个大盘的结构再看一遍 从60分钟线来看 做头不成之后反成底 什么底 头肩底 看到没有 头肩底已经成形了 钻石整理 随时要突破 明天就要突破 突破之后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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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0分钟线来看 涨到这里之后 会缝到前一波的卖压 刚刚好又是中秋节的变盘 中秋节的变盘之后 如果往下压回 那是最后一波的官前整理 准备要突破一万八千零三四点 官前整理之前的震荡压回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这个大盘的结构 往上冲 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那你如果看得懂 这个头肩底如果成形 你如果懂进度线形 当底部成形之后 后面要怎么走 你有买我的葵花宝典 应该很清楚 从所谓的破断理论来看 就是要走出身段 主身段 盆出段 所以一万八千零三四点 应该就不是高点 那重点是选股的部分 你不要急一步一步来 或许没有波段 但是有波段 短波或长波 你按照我的指令来做就对了 那后面要往上推 一定要有资金 一定要有活水 就是股息 主力锁定的就是要赚这个 因为主力 假设你是主力 你要这个市场 大家都套牢 搞到大家都套牢了 我今年就浪杠 不要玩了 但是后面如果要去赚 比如说这个市场 有钱让我赚 什么叫主力 主力就是主力跟散户对作 主力一定是小部分 有会赚钱也是小部分 全世界的钱也是一样 只有百分之三人在狂赚 全球都是一样 那你要怎么办 一定看到钱才会回来赚 所以这一波一路一路一路 我不断偷偷的告诉你一些悄悄话 很多主力已经在默默的耕源 在吸收明年准备要涨的股票 开始在布局 我之前有提醒你 韩媒大涨之前 我说主力回来 你不相信 准备要抢来 要走下半年明年的行情 内容我大概就跟你讲 你看我解盘 都尽量集中集中再集中 我不会漏漏灯 你听不懂 很多好的股票 它就一步一步来了 来 金英 之前我跟你讲 忘记列印对不对 看法没有改变 短线部分除息了 所以除息加一块钱 应该在这里 也是探级 对吧 立机 上礼拜介绍了 短线还没有动 立机 做WiFi的 最近有一个消息 就是中钢第四季 没叠价的空间 这个 你看今天的中钢也慢慢上来了 好 今天的中钢慢慢上来 短线部分 慢慢的底部也成型了 做头不成反整体 看到没有 马上要突破警线了 有一个家公司没有动 它没有突破警线 中鸿 所以你买钢铁 同样是钢铁股 同样是上游做热压冷压 你要买它 而不是买它 因为它比较不会飙 可是短线它跑得比较快 奇怪 这是我觉得蛮纳闷的 之前我们有介绍中鸿 对不对 也让你赚钱 好 来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就把它表示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官股 所以它必须照顾下游 所以它没有叠价的空间 短线部分 我最尽量拿出 我的看家本领跟你讲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没赚到钱 中鸿 43块4跟你讲 44块9 47块3 有没有 今天还要转弱 47块4 45 短线部分 钢铁股第三季即将进入旺季 那你就不要把它忘记 同样即将进入旺季的 还有一种股票 一个类股 它叫做航运 昨天的BDI BCI又大涨 加温而已 那最近有一个利空 达菲 运驾即将它动漲 看到没有 花钱了 老实在有让花钱了 全世界第三大的航商 投下震撼弹 它说我明年 它内容大概露露等 就是说我明年二月之前 这价格涨太多了 赚太多不好意思 跟说我不要涨 到明年二月我都不涨 那全球大厂商 大航运商 但是你会发现 其他没有涨的 想要抢贵抢良的 它管你要不要涨 后面就会有场外交易 你知道 你说我价格不动 不动 当你私底下 那我还是一样 我先让你上柜 因为你要抢柜抢 抢仓 我就让你抢 变成私底下 台面上不行 私底下 那还是一样 所以你看得出来 五月 八月的营收 包括阳明 包括长龙 营收都创新高 以后变成台面下 台面下 所以你还是要去抢 除非你不想运 对不对 就是要抢一百二十一 洋民 拉回 我就在等他拉回 一堆老师在这边讲 讲完之后都等他拉回 对不对 一百二十三块半 一百二十六块半 一百二十八块半 慢慢的底部也成型 我之前跟你讲过洋民 主力在这边套走了 将近快两百多亿 他一定要进货 进完之后吃饱了 忘记来了 你觉得航运股会怎么做 我们按一步一趋 一步一步来 很多美好的仗 我还是带你打 你看到没有 爱卜 老师跌成这个样 跌过头了 你看他跌到头影远化 叫人家不用怕 可以 今天如果够五百九十五块 老师要破底了 五百八十五块 买到手软了 你对他懂就敢出手 买到手软买到九软 六百三十六 头影一直卖 所以才卖过头 老师你怎么敢跟头影对坐 你对他了解 你一直不怕 你对他不了解 再好的股票你也是会怕 对吧 讲什么都没有用 六百四十一 六百四十一 没有动 对不对 后面爱卜 爱卜 爱拼才会赢 六七六 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当初买到手软买到脚软 老师又是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你的节目都跟别人不一样 都是买到手软买到脚软 后面亮灯给你看 不是亮灯再来介绍 这种节目很多 解盘向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展顶他都有 跌顶他都不见 对不对 回过台短线部会又开始进行整理 所以我的看法不变 七百零五块 今天又拉回 我之前跟你讲过了 他明年是他的重头戏 先进制成 先进封装 封装 对不对 都慢慢跟你切入重点 重点是你看我的节目 你也跟 你如果敢跟着我们一起 买到手软买到脚软 六百五百九十五块 现在七百零二 今天拉回还是压人来看 很多美好的帐好 我们持续在打 脚步跟紧 你看 我跟你讲 我要买 宣德 买完之后亮灯 八三块九 当天买当天掌零板 八七块 没有动也跟你讲 你看 都是讲在前面验证之外 无话可说 为什么来找汤汤都无话可说 我亲戚朋友介绍股师套客 没有亮灯代引到亮灯 没有喷出代引到喷出 这不是你要的吗 所以为什么来找我汤汁 鬼都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股师套客 这是第二次的操作 第一次的时候在这里 看到没有 那时候盖牌行善天下 宣德 很多美好的帐我们都打完了 你看 我们搬快一点 整理也跟你讲 每天讲 三不五十讲 我就是看了懂 又开始创新高 又创新高 这不是你要的吗 30% 短线部分又来一次 钱就是这样赚 钱到底应该怎么赚 花开不同散 花落不同杯 余问相似处 花开花落实 短线部分的强制股 这场股票越来越多人介绍 又是当红大使鸡 当初领先全市场跟你谈的时候 没有人谈 我说私房小菜 勇德 勇敢就有德 那时候32块4 叫你也可以买 天都没贴 清湯挂面 亮灯 创新高 勇德 勇敢就有道德 勇敢就有德 有没有 又亮灯 两根掌银板 贴都没贴 整个过程像被魔术一样 有没有 再拉一根掌银板 一支 两支 三支 我唐宋葵拿三支掌银板跟你交朋友 够不够意思 亚洲头顾 唐宋葵够够不够意思 够意思了 公开验证 初衛跟你讲 56% 押回来跌停 我说我会再买 再买 亮灯 创新高 创新高 这不是你要的吗 想尽办法跟我们联络 来 加入唐宋葵的line 小老鼠F8个8 或是FB标股俱乐部加入一下 小老鼠F8个8 在这个line里面有很多标股的悄悄话 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们坐下来谈 另外这一档股票 你错过了这一档 土豆 上车就对了 他已经慢慢的 展一根提板 我就要公布了 我们按表操客 今天持续夹温 大凡今天跌 不甘达的事 另外还有一档股票 想尽办法上车 转移目标 底部成型 准备要开始盛出 这两档股票 想尽办法上车 跨出第一步 一试诚主顾 零八零年的电话 自己省下应用 把时间交给主播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众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诈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人 应告独立判断 审生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